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朋友你好 我是相光尼众佛学院的宗医法师 欢迎来到佛教之多少 今天是第一集 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遇到出家人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称呼 才合乎佛教的礼仪 有一天我感冒了 去一间诊所看医生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家了 护士小姐看到我就问我 小姐你要挂号吗 当时我听了感觉超尴尬的 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姐了 还有我的朋友知道我出家后 有一天他传来向我问早 上面写着师傅早 师傅的父写的是人字旁的父 我怎么突然变成塞乎了呢 看了真的有点小尴尬 所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佛门的称谓吧 看到出家人到底是要称呼 法师还是师傅 很多人分不清楚 称谓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礼仪 是身份 是身份 地位的表征 佛门的称谓 经常代表着职务 或修行的程度 资历 如法的称谓 具有维系佛门伦理的功用 也是学佛行义中的重要一课哦 师傅是对出家人最妥当的一种称呼 不过这个师傅不是那个塞乎 非人字旁的父 目前塞乎这两个字 常会用来精通一些手艺或技艺的专门人士 比如厨师 鞋匠 司机 功夫教练等等 而师傅 也就是父亲的父 则是不论男女长幼 只要是佛教出家人 乃至刚刚悟法剔度的沙咪沙咪尼 献亲近僧相 作为三宝弟子的在家佛教徒 都可以尊称他们为师傅 师傅两子 一直是如师又如父 受我佛法如师 生我会命如父 是对出家人的一般尊称 至于法师这个称呼 又被翻译为说法师 须具备识德 就是要有十种道德 即善知法义 能广宣说 储众无畏 无断辩才 巧方辩说 法随法行 威仪具足 勇猛精进 身心无卷 成就忍力 才可称为法师 现在一般通称出家修行的身重为法师 其实是对出家人的一种尊称 就好像我们也会称教育工作者为老师一样 另外一般来说出家人之间 长辈对晚辈或平辈之间的称呼 会使用某某师 就像在佛学院里面 师长会称呼我为宗医师 所以在家佛教徒不适合直接对出家人这样称呼 还是要加上师父两个字哦 接着谈一谈出家人的姓氏 我出家以后 离开世俗的家 进入佛门 我的法名是宗医 我的姓氏是什么呢 你可能知道 佛教的教主就是释迦摩尼佛 佛陀的国家就是当时北印度的释迦国 所以释迦是他们的族姓 佛在世时为了破除印度当时的种姓制度 允许任何种姓的人都可以加入僧团 在五分律中提到 杂类出家接舍本性 称世子沙门 此杂类及本性为种姓义 世子沙门及世子世尊的僧团 跟随佛陀修行的出家弟子 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后 至东晋道安法师才提账 出家人应以释迦牟尼佛的氏为姓氏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 认为出家是非常不肖的行为 所以道安法师便引用阿含经中 四合入海 同意贤味 四姓出家同为世事 来主张出家人应统一姓氏 继承释迦牟尼佛的种姓 而且他认为出家人 并不是完全和亲人脱离关系 反而是实践了自我其身的美德 有一个小的世俗家庭 进入一个大家庭 希望家出家自立立他的功德 会像与自己在世的亲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汉传出家人的姓 统一为氏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氏 就是从道安法师开始的 一般问别人姓名 会说 请问尊姓大名 遇到出家人 要怎么问法名呢 是说 法师叫什么名字吗 正确是这样问的哦 请问法师上下 上下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意思 每个法师都是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是法师的职责所在 法师就是要来做这样工作的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我叫综一 也可以称上中下一 所以问法名才会使用 请问法师上下 另外 要怎么问法师 从哪个道场来呢 是要说 法师从哪里来 法师的道场 正确的问法师 请问法师的贵宝刹 宝刹是佛寺道场 你这么一问 人家就觉得 您是内行的 有学佛的 总而言之 当您遇到出家人 称呼师父 是绝对没问题的 如果有很多位师父 为了容易区别 可以加上法名 称某某师父 或者称呼某某法师 也是OK 可以是道场的习惯来称呼哦 这一集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带你了解佛门礼仪 在佛门中如何正确地打招呼及回应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 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